三位见证人还有我们的企业代表 在台北市长柯文哲副市长邓家基 以及上海常务副市长周波的见证下 台北与上海共同签署三份合作备忘录 象征未来紧密合作 虽然双城论坛定调为事与事的交流 不过从前一天晚宴开始 周波与柯文哲双双提到两岸一家亲 就充满农农政治味 这个20152017都讲过 所以我说一开始就讲说 我们都不要再出什么怪牌 就照以前的这样一致就好 柯文哲表示过去自己 就时常提到两岸一家亲 这回双方也互有默契 按照网例不要解外申之 不过柯文哲在论坛前曾表示 两岸一家亲言论已经标签化 不会再主动提起 现在却与当初发言有所出入 作为外科医生 本来我就不是那种 其实老实讲对我来讲 我很讨厌这种名词的追究 对外科医生来讲 会我最重要 该讲的时候讲 其实我还是这样 我的主论调还是不变 降低紧张 降低冲突 强调自己的发言 有助于降低两岸冲突 对此周波的发言也遥相呼应 强调柯文哲的两岸立场 认知一贯且明确 柯市长的这个 他的对两岸关系的认知 是一贯的 也是明确的 这对我们两地的这个进一步 交流和合作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相信啊 秉着两岸一家亲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上海和台北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会更广泛 也会增添新的光彩 为期两天的双城论坛 主论坛也就此结束 不过两市首长的一言一行 恐怕还会持续挑动着 两岸政治的敏感神经 欢迎新闻 郭彦廷苏宏 解定上陈台北报道